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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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歡迎回到Gobin Chan's YouTube channel 呃...Fortunately 我相信大家可能在開學之前 都有看到一則新聞 那這則新聞就是說 對,文化大學死活了 那不幸的 就是剛好是 我的學校 同時也剛好是我的戲所 我的戲館 的那一個 那一層樓 那 你說那你們開學怎麼辦呢 其實這幾天我們有 我們的校網 有公佈一些 有公佈就是學校臨時 幫我們找到的教室 這樣子 那你說東西這樣是好還是不好 其實我覺得說 欸,學校有臨時的備案這樣不錯 可是,對 對 對我們學生來講 我們少了一個 我們共同的大教室 一個 就是大家平常可能有課或沒課會 或在那裡 畫圖的地方啊 然後做模型的地方 或是,欸 中午沒課 學餐 人幾人 把午餐買到那個教室 然後大家一起吃個飯 這樣子 我們少了一個 共同凝聚力的地方 那 你也不能說 奢望說,學校可以在多快的時間 幫你們弄出一個東西 對,沒辦法 它就這麼發生了 它就這麼發生了 那 今天是 這一週是開學週 我不知道有沒有進學校看看 我模型那時候也是放在五樓 可能被燒掉了吧 我不知道六樓狀況如何 六樓是我們戲辦 戲上的很重要的一些 設施設備 教授研究室的地方 如果六樓也有怎麼了 那真的非常非常的長 去學校看看吧 山上起大霧啊 又下雨 又下雨 開學第一天就這樣啊 他小 他小啊 GOT 幹 隨意都被熏黑了 熏死了 幹我的模型終於救出來了 可是現在 他現在上了一層 就死了 今天是星期二 星期二 這邊是 我的設計 今天整天 都在弄設計的東西 現在學弟在我 我家很好 因為我 我們 之前在討論 就是我有多餘的課 我可以給他這樣子 然後今天也麻煩他 幫我把 昨天從火場救出來的模型 我帶回來拯救一下 明天再帶回去 對 他現在有一股 焦焦的味道 對 焦焦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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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不是開頭 幹嘛這樣講呢 我也喬一下 光線 因為我現在手有點遮光 反正 現在是禮拜五 二月二十二號 的晚上 七點四十五分 那為什麼 這個時間 要來錄這一段呢 因為我等一下 要去映圖 為什麼這個時間映圖 因為明天要總評 所以看我前幾天 其實忙忙的翻掉 然後 嗯 就是為了 這個東西 嗯 Yeah OK 那 等等 應該是山上見吧 See you guys Later Hey you guys 哇 我的臉好白 OK Guys It's Friday No It's Friday It's Saturday February 23 And It's morning 75 今天又是一個總評日 開學第一週就總評 你看我其實臉非常的水腫 水腫 對 那剛剛 Rest完了 那我大概有四樣東西要帶到山上 Alright See you guys Let's go And I'll talk to you guys Later See you guys Later Bye What up guys 現在是差不多是十一點多的時間 那現在就是我們正在開始評圖 那 As you guys know SAT 這個過程是滿嚴謹的 那 今天其實一開始的時候 所有老師都針對上個禮拜開學發生的事情 做一個 算是一個叮嚀這樣子 那 呃 我有我自己的結論 那 我結論會留在 禮拜天的時候在跟大家說 那必須倒是講那個氣氛其實是滿 愛上的 Feels really bad And also not only the last weekend But also 這一剛開學的第二天就有個 同學被公車壓到 對 So 對 要注意安全 那 等一下 我不確定等一下畫面會用什麼 不過 先這樣 And I'll see you guys Later Bye Wow Hi guys Shit It's Sunday 那星期天 我想要做個 結論 雖然說開學的第一週 發生了這麼多事情 但是 我想告訴大家就是 我們 沒有什麼發生特別事情的人 更要珍惜 我們 這個生活的當下 因為其實我從去年12月 那時候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到新聞 國道上的 執勤員警 在執勤的時候被後車的 轎車追撞 那個人只有21歲 他是我的高中隔壁班同學 從那一次以後 我自己比較有深刻的感覺就是 不要浪費時間 然後去 好好把握你的每一天 你要把你每一天活得都很精彩 你的影片 雖然不是影片 影片拍出來給大家看 是 一方面是 激勵自己可以定時的出影片 另一方面就是可以告訴你 我這一週要幹嘛 我這一週要做什麼 我要做什麼事情 我要做什麼事情 讓我的生活更加的精彩 因為你永遠不知道 下一秒 下一個時刻會發生什麼事情 就跟 開學這一週 最近發生的事情 一模一樣 That's all That's all I want to set So 坐在 坐在螢幕前的你們 是不是 該 是不是該去做點事情呢 And now you guys know what to do Probably And that's all See you guys next week Goodbye Goodbye Goodbye